我们现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VVDI Pro出来的新的免拆的八角适配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适配夹不是早期咱们用的是连接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适配夹 而是它是设计了一个专门的补偿电路板插在这个位置的这么一个八角的免拆适配夹 我们现在就以读取咱们宝马的FEM和BDC数据咱们来做一个就是实际上的操作 我们来验证一下这个免拆适配夹读取数据读取还有写入数据是否安全 我们现在连接好VVDI Pro 连接好USB插入12V电源 适配把插入到VVDI Pro上 好的 好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使用电烙铁和风枪 我们怎么样就是说是对这个胶纸进行处理 我们应该读这个 但是咱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咱们没有拿电烙铁和风枪处理过的 这个表层一般它会有防水胶 我们处理之前呢 建议大家有条件的就是拿这个取胶剂 在这上面先磨两下 好 拿取胶剂在上面磨两下之后 拿着刀片 再扒个角 稍微拐一拐 拐细一些 这样是一种去胶纸的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说将电烙铁 就是不要就是说是那个沾上焊锡 拿这个电烙铁在这个八角的两边 一共八角在上面轻轻的摩擦 那么摩擦一会之后 它上面的胶纸就会被去除掉 那么我们一般去胶的方法 一般就可以选用这两种方法 好 我们现在开始用这个免拆适配夹 我们需要去读取这个八角码片 首先呢 咱们先看这个位置啊 就是这个八角码片 它的一角方向 咱们看看 能不能放大一些 看 95128 95128一九字开头 是在左边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免拆适配夹 夹的上面 注意啊 在这个免拆适配夹上面 找到黑线 这个黑线 这个黑线就是一角线 那么我们这一角方向是在左边 那么一角线也要冲左边夹 好的 我们现在 把这一角线 好 我们先用免拆适配夹 夹住这个八角片子 好了 夹住八角片子之后 我们打开 我们的VVDI Pro 好 将它打开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说选择使用的适配夹 读取的话 那么它这地方会有个标识 就是ADEAP 就是适配夹读取 好 我们现在选择这个 我们现在开始读取 读 没关系 好 数据读取成功 大家稍等会 这个会读取来的数据 它是不正确的 全部都是零 就是证明数据 没有正确的读得出来 但是大家有时候会担心 那么我会不会丢数据呢 其实大家不用担心 这可能就是适配夹 没有夹得住正确的位置 我们确实 我们把这个适配夹 重新再夹一次 我们再来进行第二次读取 好 数据读出来了 数据读出来了呢 大家可能会想的 就是说这个免拆适配夹 读取数据 那么我读出来的数据是否正确呢 或者说读出来的数据是否稳定 那么我们多读几遍 我们将第一遍读取的数据 给它保存好 请建个文件夹 在哪个问题 好 取个名字 95160港亿 好 我们再读一遍 读三遍 保存 保存 再读一遍 保存 好 我们将这个界面关闭 我们对比一下 我们三回读 读出来的数据 好 对比一下 好 完全匹配 我们再把另外一个数据 再和对比一下 好 也是完全匹配 我们当我们读出来 三次数据之后 进行对比 出来的数据 完全是一模一样 那么我们证明 就可以证明 我们读出来的数据 是正确的 当我们把正确的数据 读取好之后 进行备份 我们生成出来 另外一组数据 我们再往前写入 我们看看写入 它是否是安全可靠 好 我们现在 再重新读取一遍数据 我们随便改一行 好 再读取一遍 好 这是读取来的数据 我们把第一行都改成二 好 我们 我们把它保存一下 起个名字 起个英文字母T 好 保存 我们现在将这个数据 写入到 这个95128例 我们点写入 好 点击是 好 写入成功了 写入成功之后 我们把这些界面 现在都关掉 好 好 写入成功之后 我们再读取一下 这个数据 就是刚才写入的 T数据 好 我们再把它保存一下 保存T-1 好 保存 好 我们将它关闭 我们对比一下 我们写入的和读取出来的数据 是否是一样 T-1 对 点确定 我们再对比一下 T和T-1的数据 好 我们现在对比一下 T数据和T-1 就是写入再读取出来的数据 我们再对比一下 T-1 好 数据完全一致 好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 不管是数据的读取 还是数据的写入 那么我们这款新款的适配夹 还是比较稳定的 这里面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什么呢 当我们拿适配夹去读取这数据的时候 有的时候它会读不出来 或者说读出来全部都是0 或者读出来的都是F 我们刚才前面也预料过这种情况 遇到这种情况 大家不要惊慌 就是说这种情况下 就是不会导致数据的丢失 但是出现了这种情况 切勿在没有读出正确的数据之前 忘记写入不正确的数据 那么就会出问题 只要是我们耐心的多读几片 或者说是我们调整这适配夹的位置 读出来正确的数据以后 对于我们操作来说是很简单的